大家好,我是老沃陈教授 昨天我们从万荣飞到川旷 因为走的时候比较晚 所以到分山湾的时候就已经七八点钟了 晚上 我在车上跟拜谢的爸爸聊了一下借刷子的这个事情 其实他爸爸是很生气的 我在路上就可以看出来 但是我是劝他算了,不要生气了 还有就是拜谢他说要去卖手机,不跟我工作了 他爸爸说不让 他说要他跟我工作 因为卖手机的话 一百万,一百二十万老币一个月 折合人民币五六百块钱 而且还不包吃,还得在家里吃饭 他说这点工资可能还不够烧油的钱 他说跟着我工作的话再怎么样 一个月也有个四五百万老币 我到了分山湾以后我就跟拜谢的爸爸说了 我说明天要去看一下马上卖家的厕所 所以我就提前下车了 然后找了这个旅馆居下了 我因为没有交通工具 所以说就住得比较远一点 今天的旅馆也比较贵 发了三十万老币 折合人民币一百五十块钱 我在这个旅馆里睡到晚上两点多钟的时候 我听到了拜谢给我发信息的铃声 然后我看到他们林币五十块钱 我看出来的 因为我都在家里看来 因为我在讲话 因为我看着我 藤家的女孩 我看着我 所以现在你想着他 我跟着他 然后自己不知道 我只能听到 我只能聽到 我只是听到 我对这样的 我买一个 那还可以 我来 친到 他就在 你一定会知道学校园或教宾, 等会议到学校园教室 所以学校园也要学生, 学校园教室 太好了 同自己做一個做好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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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現在 我不太擴言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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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快樂 快樂 她 再 我现在去麦菜妹家里 去看一下她家里那个厕所 建好了没有 早上我是打了一个电话给麦菜妹 我说要过来看她的厕所 当时麦菜妹她说她不在家 她去亲戚家里吃酒席了 这个酒席不是婚宴 是其他类型的酒席 我因为是做败西德爸爸的那个皮卡车 昨天在分山湾下车的 所以说我也没有摩托车 我刚才叫了一个上了摩托车 当时她的车太旧了 只送到我在这里 这个下坡她不敢下去了 她说等一下爬不上来 这个水今天基本上断流了 这个剩余的水也洗不了衣服 看起来水太爽了 马上就要看到麦菜妹家的厕所了 这个厕所不光是粉丝和金主期待 我自己也是很期待的 因为投入了我很多的心血经历 还有时间 这是上次发了十万脑币一堆 请了一个邻居工人 把这个石头和砂 挪到了这个邻居家的空地里面 他们的活也没有干 干好啊 这里还剩了这么多石头 没有挪走 这个是剩下的石头 还有砂 这个砂是后来又发了六十万脑币 越野人民币三百块钱 买了一车粉墙的很细的刷 这砂这么细 我感觉这个不像河砂 所以断车窝和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都很疑惑 我说为什么 这个粉墙的刷 还有什么粗刷细刷 不都可以粉吗 这个麦菜妹家的房子 我已经看到了 门上挂锁 没有人在家 这它旁边的厕所了 已经建好了 而且粉刷好了 门也装好了 这个厕所看上去感觉还不错 哦 这里是剩下的气墙的粗刷 还有红砖的 难怪他们说这个粗刷不能粉墙 好的杂质啊 颗粒啊 这它家里没有人 这个水泥后来我也了解了 又买了一次水泥 前面买了20大水泥还不够 后面又买了六七大水泥 我看一下它家有没有人在家 哎哎 哎 它哥哥在家 哎 阿妹不用啊 没 不用啊 不想了 呃 它哥哥一个人在家 他老爸肯定是在家的 没家不用啊 嗯 是不是 妈妈 哎 妈妈妈 妈妈 他妈妈也许 在床上睡觉 我也不好去看看酒精啊 呃 他哥哥刚刚从这里走过去 可能是昨天 妈妈妈不在家 他就在妈妈妈的床上睡的 因为他这种床上睡得比较舒服一点嘛 比起那个 他哥哥的那个床婆 看来他们也还没吃饭 嗯 在锅里面几颗白菜 呃 他妈妈是不在家 只有他爸爸一个人睡在这里 呃 现在是上午 9点26分 他哥可能刚刚才起床 准备弄点早点吃的 他哥和他老爸 他也不和我聊天 也不和我说话 其实我十多天没来 他们也应该要问一下 我怎么来了 是不是一切都好啊 也许他们认为 和我打交道是他两个女儿的事情吧 这个哥我看他有一次看他太难了 没有钱 我有一次给他十万老辈的零花钱给他 啊 近距离看一下这个厕所啊 这个外墙已经缝好了 挖也盖好了 那个砖肯定是早就建好了 那个砖肯定是早就建好了 其实我 马上没发了 马上没发了头片给我 已经是砖红砖全部建好了 然后这些瓦也盖好了 这个侧面看一下 还是蛮漂亮的 但是这个厕所我是 建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 外墙刷头料 是没有预算在内的 没有激发 刷头料的 刷颜色 然后地板贴地板砖也是没有这个计划预算的 因为他这边还安装了一个通气管呢 他们这边的发分池的厕所都有一个这样的操作 都会安装一个通气管把里面的气体排出来 这是上面盖的瓦 这个全部是在店里面买的高价的方条 如果家里面有木头 用点木头其实也是一样的可以做 那样的方要省点钱 马上没的老爸 今天没有和我打招呼 既没有说女婿来了 也没有说儿子来了 也许当初我跟他们说的要帮他打紧 可能没有办成 不知道是不是心生怨恨的 因为要打紧的话 现在也没有钱了 我也不想在这里耽误了太多的时间 这边接了一根水管 可以把里面比较轻的最上层的水可以排出来 根据我的经验 那种水是没什么味道的 这是买的工具粉墙的 放在这里 也许可能是废弃不压的 这个门 这个门发了200多块钱 这个马桶也装好了 虽然不是那种自动发冲水的 然后他家里也没吃了水 我上次买了三个大桶给他 其中就有两个桶是激发放在这个厕所里面冲厕所的 这是一个地露 这是他家的一根扁蛋 上次有个网友 托我给他家里做两个钩子挑水 给小马桶妹硬挑水 现在钩子已经积到万下了 但是我估计没有必要再做了 他哥要出去了 不知道去干什么 带来一把药刀 马桶妹告诉我他家的厕所的活还没做完 我看了一圈也不知道还有哪个活没干完 但是他说要今天才能全部完工 这个厕所的具体房子 它是建在发粪池的上面 它用钢筋缝泥土 胶住了一个厚厚的盖子 当然这个房子的面积 要大于那个发粪池的面积 我是叫他做的三米乘以三米的吧 或者三米乘以两米五的 里面面积还是不小啊 可以放洗衣机之类的 不像妹妹家的厕所 要把洗衣机放外面 这些水泥全部用光了 还剩下半袋了 所以还有一个木架 在这里 然后还剩了两片瓦 这是我给他们买的分散 还有一个分散在什么地方 椅子 包括床上的枕头蚊帐 然后这是轮椅啊 加上那些大桶啊 冰箱啊 包括这个席子啊 全部是我带着他们买分来的 我上次甚至还给他爸买了 18万老币的药 然后一次性还给他买了三条烟 但是很遗憾 他到现在没有跟我说一句话 也没有跟我打招呼啊 他爸妈 我刚才是问了他爸爸一句 我说阿妹不在家吗 他就回了那句 他说不在家 我没有多说一句废话 这个排查是我给他们 特意挑的一个好的公牛排查 这锅也是我买的 因为两个分散 怎么只有一个在这里呢 这边他哥哥的床坡也没见油啊 好奇怪呀 还有一个分散不见的 我在他爸爸那个床坡 那个床脸里面看了一下也没有 整个屋子里面也找了一圈 也没见有另一个分散 还不知道去哪里了 上次有网友说这个分散 有几个网友留言说 这个分散只要人民币80块钱 那是他们不了解啊 这是泰国的第一品牌分散 哈达地 它的质量最少不会比我们国内的美帝差 这是这老我能够买到的最好的分散 这是我的美女去买回来的洗发水 还有沐浴露 遗憾现在也是没有人在家呀 我还是继续把他的门关好吧 然后从这个厨房的侧门离开 小妈上面要硬嫁人了 大妈上面也不在家 我要看的厕所也看到了 也算是完成了金主和粉丝们的愿望 现在我也要飞去了 也许以后真的不飞再来了吧 天下无不善之宴席 认识马尘妹已经有半年了吧 我也没有想到 飞斯以一种这样的落寂的方式告别了 再见了马尘妹 再见了小马尘妹 以前和麦山妹两姐妹 在这个地方洗衣服的场景 以后可能不会再出现了 只有在我自己的视频中才能看到了 给大家看